约翰·杰伊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元勋之一 他的生活和工作至今仍在影响着这个国家 杰伊1745年出生于纽约市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以政治家和外交官的身份声名雀起 后来担任美国最高法院首任首席大法官 杰伊对国家的贡献不胜美举 他作为美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的影响力经久不衰 杰伊毕业于纽约市国王学院县为哥伦比亚大学 并于1768年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 他很快确立了自己作为一名熟练律师的地位 并开始参与政治 成为美国人民权力的代言人美国殖民地 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 杰伊加入了大陆会议 后来被任命为驻法国的外交官 他在那里努力争取对美国事业的支持 1784年杰伊回到美国 在那里他参与了建立新国民政府的运动 他在美国宪法的起草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并被广泛认为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之一 这是一系列解释和捍卫新政府原则的文章 1789年 杰伊被乔治华盛顿总统任命为 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任首席大法官 他一直担任这一职位直到1795年 杰伊在担任首席大法官期间的标志 使他致力于建立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他致力于将最高法院的作用定义为 一个独立且平等的政府部门 并确立了至今仍在指导最高法院的先例 他最著名的决定之一是 齐泽姆诉乔治亚州案的裁决 该裁决认为个人可以在联邦法院起诉各州 这一决定直接导致了宪法第11条修正案的通过 该修正案限制了联邦法院对州政府的管辖权 除了他作为政治家和法学家的工作外 杰伊还是一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 并为结束美国的奴隶制不懈奴隶 他是纽约解放协会的创始人 该协会主张在该州逐步废除奴隶制 后来担任该协会的主席 杰伊还致力于促进教育和宗教自由 是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坚定捍卫者 约翰杰伊的生活和工作已对自由 正义和民主原则的坚定承诺为指导 他相信政府有为人民服务的权利 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建立一个 能够保护所有美国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政府体系 他对国家的贡献很多 作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他的遗产一直延续到今天